对,这一段篮网不瘦 看一下慢镜啊 15号刘晓彤啊,几乎是一个单人篮网 对 韩国队的4号金锡珍也是目前韩国国家队的主力复工 好,8球直接得分,已经是落地了 7号朴槿南借一船也是出现了失误 对,北七队这一轮也连得5分了 一个是篮网,一个是防反,还有发球 如果韩国队的一船出问题,那就可能赢得就比较快了 北七队5号张哥的发球啊,又出现了失误,是有一些可惜 两支球队啊,在今年7月初啊,越南的VTV杯的邀请赛曾经有过交手 当时北七队呢,是3比1战胜了韩国工业银行队 九支球队参加,北七队最后是拿到了亚军 韩国队呢,是拿到了第六 曾经的后攻,对方的卡位不错 对,但是当时这个乌克兰外员还没有到队 而在这次VTV光彩杯的国际女排队上赛比赛之前 双方前几天也打了一场内部的较决赛,是要达满五局的 结果北七队是以4比1战胜了韩国工业银行队 对 对方一船又出现点问题 哦,这个球扣不漂亮 这个长线扣的乐点非常的刁钻 这是来自于4号金锡珍,91年4月29号出生,1米85 刚才我们介绍了,他是韩国国家队参加九月份亚军赛的主力复工 韩国队拿到第三名之后,也将参加11月份在日本进行的世界杯女排赛 哦,这个球啊,北七队呢,还是拿下了这一分 对,这个在网上争夺呢,这个韩续比对方这个外援有经验 对 其实他错开时间,其实力量不见得比他大 但是他错开时间就把这个分拿回来了 对,韩国队的这位乌克兰的外援啊,身体条件非常出色 1米96,但是他参加国际大赛的经验应该是相对比较欠缺的 这次韩国国家银行队呢,也是赤重金 引进了前韩国国家队的主帅,包括现役国手和前国手 来充实自己的这支新诞生的俱乐部球队的力量 对 这有点像咱们的恒大俱乐部啊 对 很多人都说这是韩国的恒大队 但是在排球方面要想取得成功 应该比足球方面是要难一些啊 恒大女排只是拿到了甲义联赛的亚军 但是恒大的男足啊,这是拿了中超的冠军 刚刚薛明呢,也是坐在场边 跟昨天一样,还是继续来关注队友的表现 轻开,对方是挡了一下 基本上无攻 看北七队的进攻,给曾春蕾 好的,这场斜线非常的清楚 之前连续的几次在二号位的后攻 对方都是卡住了位置,没有直接扣死 这一分二号位的扣球终于是打成了 14比13,北七队是终于取得了领先 反超 第一场又顶瓦 对于对方的这个后攻的线路 北七队有一个提前比较准确的判断了 我们看蔡兵知道,那也是做这个手势啊 这个篮网的手型啊,应该是这么来摆 14秒,11号如何刘柯发球 傻的 这曾春蕾的一次进攻 他这个左手进攻 本来对方就篮防别扭 另外一个他那个球速又比较快 对 直上直下 韩国队一传还是不理想 扣小斜线没什么力量 这小彤的后攻啊 这个力量两相一比较啊 北七队还是占有一定的上风 对 这样16比14 北七队领先两分 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第二次 技术暂停 我觉得他们北七队今天这场球比 昨天那场球大概进入状态快 快乐一级多 没错 没错 给您介绍一下韩国工业银行女排 今年的也是韩国工业银行成立50周年 所以说也成立了新的牌球俱乐部 他们在今天8月4号才正式成立 9月22号才确定了主场是设在京基道的火星局管 所以这支俱乐部啊 它全称啊是韩国工业银行火星俱乐部 这是韩国的第六支职业女排的球队 上个赛季韩国女排联赛才五个队 加上这支队呢 现在是六个队 咱们中国女排联赛 A组啊就有12个队啊 比它就多了一倍了 咱们还有B组的球队 韩国联赛跟中国联赛的赛制也是一样的 也是跨年的赛制 在每年的11月左右开始到第二年的4月来结束 拦了一下漂亮 韩国队的遗传 一开始现在又开始找不着感觉了 场边北汽女排的几位替补的小将啊 也是不停的大声喊叫在给自己的队友老大姐们加油 4号位准备又是扣小学线啊 这次干脆就没有过往 这是他们的主攻手 10号朴真呀 太年轻了 他才18岁啊 身高1米86 韩国队的主帅李正哲请求了本队他们的本局第二次的暂停 对也是北汽女排打的本局的第二个小高潮 是 第一个小高潮是连得了五分 现在这一个轮已经连得四分了 韩国公演银行队目前队中啊 有两位现场国手 一个是主力二船5号李小夕 他也是韩国国家队的队长 另外就是复工手四号金锡珍 也是参加亚锦赛的主力 另外一个复工啊 十四号池珍锡 这是前国手 他在09年亚锦赛之后是弹出了国家队 本来10年已经退役了 但是主教练李正哲亲自出面游说 让这位老将来归队 也是挖掘这个国队的最多的 这位老将来归队的最多的 谢谢大家